SCP-3270 The Painting that Makes You a Furry 让你变成受控的绘画 上5等级 Safe 都是种措施 SCP-3270应被保存于在64的初五回中 所有SCP-3270的照片已经发现将被删除 但这并不包括任何SCP-3270副本的照片 SCP-3270之一实体应被保存于塞88 除了仅限基金会人员访问的区域以外 允许他们在设施中自由行动 应定期向SCP-3270之一实体 投喂手鱼和牛奶 SCP-3270之一对玩具和其他设施的要求 将由塞88的三名B级人员批准 但完成这些要求的备用不得超过30美金 描述 SCP-3270是一幅画 描绘了一只靠在枕头旁休息的猫 直接或间接观看SCP-3270 会导致观看者在几个月的过程中 经历各种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 见文档SCP-3270之一 该效果不会在SCP-3270的副本上显现 无论该副本是列印或重绘的 SCP-3270的观看者将被归类为SCP-3270之一实体 文档SCP-3270之一 初次观看 观看者会对SCP-3270表示赞赏 之前观看过SCP-3270的副本 并对其表示冷漠或不悦的观看者 也会对SCP-3270表示赞赏 初次观看后一小时 观看者会表现出更高的热情 好奇心 并且通常会拥有更积极的人生观 初次观看后一天 观看者会增加对猫科动物的兴趣 这种兴趣表现为观看普通家猫的图片 影片 购买描绘猫的服装 家具或其他物品 或者是一样宠物猫 初次观看后一周 观看者开始推荐他人养猫作为宠物 并推荐他人观看SCP-3270 初次观看后三周 观看者开始显示出类似于猫的行为 比如用舔自己来代替更加正式的洗浴方式 更喜欢在地板上进食 以及手脚并用的走路 初次观看后两个月 观看者的体毛生长会增加 初次观看后四个月 观看者的骨骼系统开始缩小 他们的肌肉和皮肤也一样 初次观看后五个月 观看者的身体会发生其他各种变化 如耳朵的形状和位置发生改变 眼睛重构为类似家猫的形式 拇指和手指被家猫典型的植骨所取代 初次观看后六个月 SCP-3270之一实体在生理上 与无异常的家猫相同 虽然缺乏必要的器官 它们仍可说话 在此阶段 上述SCP-3270的心理效应已消失 SCP-3270之一实体的寿命 与普通人类相同 但可通过正常手段终止其生命 访谈记录 SCP-3270之一 受访者 Alison博士 一名SCP-3270之一实体 采访者 Gram Rowan博士 前沿 Alison博士自愿观看了SCP-3270 该访谈在初次观看SCP-3270 八个月后进行 记录开始 你为什么要自愿观看SCP-3270 好奇 主要是好奇 你会怎么描述 转化为SCP-3270之一实体的过程 一开始感觉还好 就算我找到了一个新的爱好 到了真正变成猫的那一步时 我感到了难以忍受的痛苦 你对SCP-3270有什么看法 它毁了我的人生 我是说SCP-3270的艺术型 哦 我觉得它挺萌的 记录结束 以上就是SCP-3270 简单来说 SCP-3270是一幅猫的画 看到这幅画的人 会喜欢上猫 买各种猫的物品 养猫 并推荐别人也来看SCP-3270 最后身体会发生转变 变成一只能说话的猫 不得不说这个SCP真的是有点ㄎㄧㄤ 蛮有趣的一点是 我脑中提到 SCP-3270的心理影响 在变成猫后就会消失 但是访问中 这位博士还是觉得猫很萌 所以说这位博士本来就是 猫空 才想把自己变成猫吗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做成为SCP和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